在台湾的夜店领头 有辣妹挑钢管舞并不稀奇 但是最近来到了台北的东区夜店 开始流行这一种夜店的钢铁人秀 在黑暗当中 钢铁人穿的盔甲会发光变色 手上还拿着玩具枪 会喷出火焰跟烟雾 每一次表演都让很多人为之疯狂 而现在这一个台湾的夜店钢铁人表演 还红到了国外去 正在舞台上的机器人 随着音乐律动带动气氛 这就是现在东区夜店最夯的 夜店钢铁人秀 钢铁人的头盔和盔甲发着光 在夜店里成了最瞩目的焦点 手中发出的雷射光还不稀奇 钢铁人的枪拔出来 重头戏才要登场 吹干冰喷烟火 让台下的气氛嗨翻了 大型钢铁人秀声光效果十足 而小型的钢铁人秀也很吸睛 黑暗中只看得到舞者身上的光线跳动 这样的夜店钢铁人声光秀 挑动台下的视觉神经 成了现在东区夜店最夯的表演 甚至连国外的乐团来台都指定要同台演出 机器人另类出演 成了台湾夜店的新招牌 东三新闻哲讯杨上人台报道 钢铁人秀红到了国外去 也算是另类的台湾之光 而想出这一个夜店钢铁人秀的表演者 东三新闻独家找到了他 他叫做安仔 是一位七年级生 其实已经当了舞者好多年了 前一阵子安仔就突发奇想 找了一位正在做光电工程师的好朋友合作 花了三十万元打造了钢铁人的服装 其实每一次的穿跟拖都需要三十分钟 想要表演这一个钢铁人秀也相当的费力 黑暗中闪闪发亮还会变换色彩 想出钢铁人秀点资的人就是他 开始接受到很多国外的表演艺术的启发 然后就想要说结合LED跟高桥这个 来做一个很特殊的表演 今年二十六岁的安仔 平常的职业就是舞者 跳舞已经有十多年的时间 是夜店的常驻舞者 突发奇想找光电工程师马可多 合作钢铁人的服装 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才制作完成 最累的是每次出发前的整装 因为它常常要需要升级 或者是需要维修 或者是需要加一些有的没有之类的 每次穿钢铁人服装 差不多就要花三十分钟的时间 因为道具都得一样一样装上去 还得要用魔鬼毡调整成贴身的宽度 才能装上盔甲 盔甲是由塑胶PP版制作 全身安装了一千多颗LED灯 加上干冰火焰枪 铝制表演用的高桥 整套服装造价将近三十万 每次表演的成本也不低 我现在应该有250公分 我的表演的场地 就是在大型的派对 所以会地面上会有很多瓶瓶罐罐的 穿起钢铁人盔甲 要移动实在不容易 安仔平常还会特别在路上练习走动 而七年级生的创意 也创造了夜店的无线商机 东南新闻 翟轩 杨上人 台报导 亚洲最大的电脑展示